由高雄市政府園民會開設的農產品加工製作培訓班 三十日下午舉辦捷訓成果展 學員們已展現原住民以在地食材 以及常見農產品應用於加工食品的技術 呈現各式的特色加工美食 這一次培訓主導的菜色有芒果奶酪 愛玉冰 蛋黃餅跟芋頭吉拉夫等等 不但穿著原住民族風味的服飾上課 學員們除了想要學習一技職場之外 也希望能夠將加工食品的技術帶回部落 讓部落的農產品透過加工改良 來提升經濟價值 這次培訓班受訓的原住民族學員共有十六位 經過九十天的餐飲教育 在成果展中展現各式特色加工美食餐點 也有學員學成之後希望投入餐飲業職場發展 希望能夠在都市或是部落來開餐廳做生意 記者木定高雄市財寮報導 高雄市財寮報導